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真看了两遍 虽然他不信宗教 但他也早已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唯无论 节目触动了他灵魂的深处 使他不由再次仰望星空 今天我们将与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进黄克文牧师的人生 与他一起感受神的大爱与恩典 下面有请黄克文牧师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黄牧师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我们知道在上期节目中您谈到 您在美国几家大企业工作多年 您是否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些工作经历对你人生观的影响 我非常乐意来到美国四十多年了 比我在台湾的时间大概长两倍 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而且法治的国家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机会基本上是非常平等的 他愿意来到这个土地上努力工作的人有许多的机会 包括创新的机会还有这个创业的机会 如果你只要努力的话 你多少都会得到成果的 那就是很多人来到这块土地上 大家所追求的就是美国梦 我看到我们那一代的人来到这边将近三四十年了 那很多人的美国梦也都成就了 那在美国这个地方 创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创业成功的人 是非常的少之又少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所以大部分的人 我说的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 就是一些professional 在国内读了大学 或是读了研究所 到这边来做更深一层的研究的话 那这些人读书毕业之后 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大企业工作 那我在美国的大企业工作 将近也是二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对于这个大企业的运作 非常的了解 那举例来讲 就是我所工作的 AT&T Bell Labs 就是贝尔实验室 那在这个最盛的这个期间 它有将近三万多个研究者 那这些研究者 都是从美国每个大学出来的精英 那大部分都是有博士学位 那那个时候 Bell Labs所招的人 也都是这些 刚刚毕业出来 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员 那你想想看 把这个三万多人 摆在这么一个同一个公司里面 那这个机会呢 升迁的机会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如果你想升一级的话 大概总是要等个五年到十年 你升两级的话 可能就是要 这个十五年到二十年 那你升三级的话 那一辈子很多人都地步 那更加的就是说 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有许多的glass ceilings 这个是玻璃天花板 我想这句话大家就晓得 那玻璃天花板就说 我们又是少数民族 我们又是雅一 我们的语言呢 也不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在这边来呢 竞争起来呢 是多少有一些缺点的地方 就是那等于是说 你要大家都讲这个英文演讲 你一个中国人的背景 要跟人家拼这个英文演讲 你可以想想这个难度是有的 所以呢在这地方 即使连美国人呢 他们也常常灰心的 就是说非常优秀的美国人 也是非常灰心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每个人的事业上面呢 都会进入瓶颈的状态 都会进入瓶颈的状态 就像我服务的那个研究中心呢 有100多人 那将近等于是说 6、7年之后才有一个人可以升级 那这个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对很多人觉得 这个速度不够快 这个美国梦的这个realization 速度不够快 所以呢时间长了之后呢 就开始寻找一些 其他发展的方向 当然我们人来到这个美国之后呢 都是第一个求生存嘛 对不对 把脚步站稳了之后 才会求发展 那你这个professional呢 一辈子都投资在你这个工作上面 所以你如果出去 想做些什么事情的话 这个风险非常的高 而且成功率也非常的低 所以到最后呢 就是有点这个无可奈何的感觉 无可奈何的感觉 那我看到人家怎么去发展 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呢 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层面 OK都在经济层面 中国人没有办法发展其他的层面 那经济层面来讲的话 就是等到你所有的这个obligation都完了呢 而你的教育费也完了呢 都这个房屋贷款 汽车等等等等 都已经没有的话 那剩下就是做一些投资嘛 对不对 那这些投资的话 大多的就是做房地产投资 不然的话就是换房子吧 房子越换越大 越换越新 对吧 然后车子呢 也就是越买越好 那另外呢 就是做一些基金的投资 那这些实际上来讲呢 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精神上的需求呢 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那我个人来讲就是因为信这个信基督 所以基督里面的很多话呢 上次提到也都提醒我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呢 不要过分在沉迷在经济方面的成长跟成就 我个人来讲必须要追求永恒 还有真正的价值 还有属灵的生命 那也就是因为我对基督的认识呢 从圣经里面呢 就得到很多神的话 神的话呢 实际上非常非常吸引我 在这里面 他有这个像是活水一样 像是活泉一样 供应我们属灵生活的需要 常常提醒我自己就说在美国立足了 美国梦也都成就了 那这些呢 剩下最后就是很穷 穷的只剩下钱 对吧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对于这个我的人生观的影响呢 是有非常大的 就是因为这个神的话 基督的话 让我呢 提醒我自己 不要光是在经济的层面生活 黄牧师 因为在上次的访谈中 您谈到 您34岁信主受洗 52岁走进神学院 那么成为牧师 在这么一个 比较感到比较奇特的经历中 您是怎么感受到神对您的呼召的 这个经历神的呼召呢 不是一个突变的 一个one instance OK 不是一个突变的one instance 那受洗之后呢 很多人也许就把圣经扔开了 可是呢 就是说神的话实在是吸引我 所以受洗之后呢 我仍然是非常的敬畏神 特别是在这个知识方面呢 就是圣经的知识方面呢 我都尽量的让自己能够有增长 但是呢 那就是说在这个美国梦的实现上面呢 实际上是太吸引人了 就说这个机会也是好 那也没有办法被这个大的这个洪流啊 吸得走 舒适的生活也好 然后经过几次升迁之后呢 自我呢 也开始膨胀 所以呢 虽然是受了洗的基督徒啊 礼拜天呢 也去教会 那大部分呢 也就是局限于 做一个这个礼拜天的基督徒 因为神认识基督 不只是在知识上面 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实行上呢 都要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做 而且要把自己摆上去传福音 那我也试想的做这些事情 可是在这个物质的吸引力 是这么大的之下呢 我所做的事情呢 我知道也都是非常表面化的 那自己在生活上呢 虽然有知识 可是很多神的教导呢 也都没有办法做出来 甚至做不到 但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它是多次的向我显明的 多次的向我显明的 也经过好几次的这个确认呢 看到也听到神的声音 他向我起生活的道路 应该怎么走 那下面为各位做个很有趣的见证 也就是我生活里面的 第一个三叉路口 那这三叉路口是什么呢 就是在1990年初期的时候呢 台湾的经济开始蓬勃的发展 中期它就已经发展了 就像这个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情况 是一样的 在那个时候台湾的机会是非常的多 那因为在美国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国的professional呢 是这个会碰到一些玻璃天花板 所以也会常常有灰心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台湾的发展呢 有很多人呢 就回台湾去寻找机会 那其实跟这个几年前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归派呢 是有这个同样的情形 所以呢 这个机会呢 实际上就摆在我的面前 我自己没有去找 那一个朋友呢 他先比我回台湾几年 那在台湾呢 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在世界上很多大的公司 像是德国的这个西门子 跟这个日本的这个福士通 就是Fujitsu 那这两个公司呢 希望攻占台湾的这个 Telecommunication的市场 所以他们在台湾呢 就成立了一个合资的公司 那成立了合资的公司呢 那希望呢 找一个这个 在美国那个时候 在科技上 比较尖端的人呢 回去主持他们的R&D Center 就是研究发展中心 对吧 那这个机会摆在我面前 那我也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也是实际上是一个 真的是百年难得的一个机会吧 就像这个海归派的话 你的这个时间的window错过了 就没有了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必须要做个决定 那做个决定就是说 是不是就是说离开 这个非常舒适 而且非常这个secured 这个Bell Labs的工作回台湾 那几经商绿之后呢 我觉得那边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诱因非常大 经济的诱因非常大 所以我就辞了Bell Labs的工作 就回了台湾 就做这个创业 跟这个合资公司的这个R&D的这个主持人 就是在一年之后呢 就说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呢 就是邀我回去的这种经理呢 就派到中国大陆去了 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也开始发展 就是90年初期的时候吧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内定由我来主持这个公司 那个时候我非常兴奋 我说这个不就是我要求的这个东西吗 对吧 不管是利是明是权呢 这些多少可以 都可以给我一点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非常的兴奋 那同时呢 一年满的时候呢 在贝尔实验室呢 就有这个以前的主管打电话给我 说这边也有一个机会 你要不要回来 这个三叉路口 就是第二个三叉路口 在这个时候呢 我实际上是非常不愿意再回到美国 因为那边的发展非常的好 对吧 非常的好 那很多在台湾的亲友也说 想求你这个机会呢 都求不到 那你居然这个做了辛苦的 做了一年之后呢 怎么样就要又回去了呢 那个时候我两个女儿 还有我的这个妻子 之后呢 觉得这个台湾经济发展 虽然是非常的这个好 那可是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生活 在这个整个教育方面 实际上没有办法跟美国比 所以在这个两者权衡之间呢 是为我自己的事业呢 还是为这个我们下一代的儿女 那这个东西是我很大的一个 这个心里面的一个拉扯的地方 是一个challenge对吧 那个时候呢 这个我就打算就说 我就不回去了 OK就要留在台湾 那我太太往那头拉 你一定要回来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那因为我是信神的嘛 所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说神啊 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一定要回答我 我这条路要怎么走 我是在上海 这个虽然跟我的信仰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可是我知道我在台湾的时候 去教会以及服侍的机会呢 比美国少很多 因为那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新的公司 也非常的多 那生意呢 也需要很多各个层面的接触 所以这个不管是金钱呢 甚至感情上的诱惑都有 都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跟这个神祷告 我就说你一定要告诉我 怎么走 画给我嘛 那个时候我就跟这个我的妻子讲 那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 怎么奇妙法呢 那我就跟我妻子讲 就是说你觉得我们两个都是信神的 你觉得你要我回美国的话 那你从神那边有没有什么的话给你呢 让我知道呢 他说我祷告吧 也许这个今天晚上神会给我话 那我就说我也祷告 OK 也求神给我话 那整本圣经呢 一共有三万五千节 三万五千节 这么大的圣经 我虽然过一遍呢 可是也不是很熟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像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那天晚上 OK 彻夜难眠 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在翻圣经 我说神啊 你一定要给我回答 这件事情 因为要做决定的话 就必须在这个礼拜之内 就要做决定 到底是去 到底是留 对吧 对我人生后来的影响呢 都是非常的大 对吧 如果是留在台湾的话 以后渐渐发展 可能又人就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如果留在美国呢 那有其他的发展 对吧 所以那天晚上呢 很奇妙的 神就给我了这么几句话 OK 在三万五千节圣经里面 他给我了几句话 那我就问我太太说 神给了话给你没有啊 那我心里想就说 如果神给我们两个话呢 都是类似的 不要说是同样了 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话呢 那我就根据这个神的旨意 来办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这个我的太太说了 我就说好吧 那明天早上起来 神给了话的话 你就把这个神给你的话呢 写在一张纸上 用fax machine fax过来 那我在我睡醒之前呢 也把神的话写在一张纸上 OK 然后我看看这两个话是不是有冲突 实际上我是想找一个机会 就是说 神没有给我们确定的这个方向 所以那我就决定留在这里 是当初我是这样想法的 那奇妙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我早上起来了 我就说好吧 他说我问说太太说 神给你话没有啊 他说给了 OK 那我就说你就fax过来吧 然后他一fax过来之后呢 我看了我就呆了 那神给他的话呢 跟给我的话呢 是同样的两句话 在三万五千节圣经里面呢 就给了我这两句话 那这句话呢 我今天也不必在这地方跟大家讲 就是实际上就是把我的这个心怀意念 以及当初为什么要去台湾呢 这个东西讲的很清楚 讲到我的心里面去 OK 讲到我的心里面去 那这个 这个话呢 实际上印在我的心里面呢 我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再留在台湾了 就是说神的这个旨意呢 太过的明显 太过的明显 那基本上神给我的话就是说 你爱这一些 你在这一切 在这台湾的 你的权利 你的金钱 甚至这个掉入感情的漩涡 比爱我更深吗 那这句话呢 实际上也是这个神 当初在两千年前 给他的使徒彼得 当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呢 这个彼得又去打鱼了 回去做他的老行业 那神招彼得呢 实际上是 大家晓得是 德人如德鱼 是招彼得去传他天物的道理 对吧 所以在当耶稣再复活 再看到彼得的时候 他就问了彼得这句话说 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 那这句话也深深的这个打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这个是很神奇的 神第一次向我显示 就是说在这个三叉路口上面 应该怎么走 所以我看到他的facts 跟我的这个写的这张纸 那是完全符合的时候的 我第二天呢 就向这个德国的总部 跟日本的总部 辞去这个总经理的职位 黄博士确实听到您的经理非常的神奇 也非常的感动 神的大爱 他的大人无所不在 他一直在关爱着每一个信他的人 我这里就有个问题 因为您呢 在美国学习工作了多年 然后又回到台湾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么又返回到美国定居 这一个经历 对您的事业 对您的信仰 起了什么作用 在我面前又展现出来了 当我在1994年再回到美国的时候 因为我经历过神的大能 以及他跟我的启示 所以我每天仍然都是灵修祷告 那又回到了贝尔实验室 这贝尔实验室基本上就是一个爬楼梯 对吧 就是这个你就是 百分之一的机会有升级的话 你就去拼吧 是爬楼梯 而且美国人讲这个东西很有趣 他说是一个red race OK好像老鼠赛跑一样 老鼠大家的能力都差不了多少 那看谁跑到最前面就升级 对吧 所以这个red race当中呢 美国人也是非常frustrated 然后他虽然英文比我们好很多 可是也不见得在这个升线上面有什么非常强大的优势 因为到底那个还是一个技术为本的一个地方 当然就是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的话 你不能只是靠技术 就是说你有很多这个人际的关系 语言的关系 还有这个等等 就是说对于整个公司长远的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你多少都要一个了解 你只不能只是在埋着头在干活 那你埋着头在干活呢 即使你拿过一个博士或是两个博士的话 这些都doesn't take you anywhere OK 所以在这个经历了这个神的启示呢 我回到Bell Labs 那个再加上我台湾工作的经验呢 那我觉得就是说能力上就好了许多 OK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短短的这个四五年当中 就是94年到99年这段期间呢 我就有机会被连升了三级 那这个是非常短的时间 也是非常难的 而这种升级的话 实际上当然自己的能力 是一件事情 那时机多少也在这边 是在这个 这个equation里面呢 也是有的啊 所以呢 因为这个头也削尖了 也会开始钻了 所以这方面呢 世界上走起来呢 好像也走的都蛮顺利的啊 那一直到这个99年的时候呢 大家晓得在这个美国的经济 跟世界经济呢 有一个极大的变化 把这个变化就是这个Internet OK 在90年中期 大概96、97年 开始之后呢 所造成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震撼 那这Internet的震撼呢 让所有的这些工业商业呢 都什么 都用这个Internet呢 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在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 就是非常顶尖的这个研究人员呢 都寻找一个创业的机会 创业的机会 在我过去的40年生涯当中呢 能够有这种机会呢 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个呢 又是一个百年难得的这个机会 对我来讲 怎么呢 就是在这个贝尔实验室 有这么一位朋友 他就是想找一个partner OK 想找一个partner 那这个partner呢 他希望带给他这个business development 跟这个marketing的一些skill 那他是做纯粹研究的 那我呢 是做这个商业发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跟这个市场的东西 所以我们两个人 可以很好的一个配合 所以他就邀请我 就说我们一起呢 成立一个去公司 然后去呢 去筹款 对吧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成立之后 也筹了很多的钱 在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我是不太愿意改变的 因为在这个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里面呢 做得很好 对吧 所以你要叫我出来 放弃我这个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呢 实际上也是就是说要有非常大的诱因 对吧 那后来我仔细的思考一下 仔细的思考一下 我就说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 实在难得一生中就这么一次 所以跟这个我太太商量之后呢 我们在祷告神说 神啊我应该选哪条路 那很奇妙的 ok我就说问我太太 因为他信主给我找嘛 所以我就问我太太就说 神有没有话给你啊 这次 他说有 有 那我后来我就自己看圣经 我看圣经求神给我话 结果这次神没有给我话 ok他什么话都没给我 ok不像上一次这么奇妙 他立刻就给了 在这本圣经当中呢 神给了我的太太一句话 他就说 这句话是这样讲的 是在真言书里面讲的 他说 千放在耶和华的怀中 定是乃为耶和华 ok定是乃是耶和华 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 这件事情呢 由神来决定 ok到底事后要怎么样 不晓得 ok 因为这个出来成立公司呢 有这么大的诱因 是因为就是说 一方面你的这个薪水 会增加一大截 一方面你的这个工作的空间呢 又更大了 那其实最大的诱因呢 实际上心里想发财 为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公司 如果说你的技术做的是人家需要的话呢 一直是被大公司所采购 或是说会直接到市场上变成一个新的公司 那我这个就是说 partner跟我的这个股票的选择权呢 都会很容易的达到千万美金 甚至有时候上亿美金左右 所以这个这个机会实在太大 我说即使是失败 也是划得来 也值得一试 对吧 虽然神没有给我很大的这个指示吧 所以这个公司实际上 我们后来出来筹款 筹款的非常不错 在短短的几年里面呢 我们也筹了大概5600万美元左右的款项 公司人最多的时候呢 达到200多人 所以呢就是在非常成功的当儿呢 实际上这个世界的这个Internet 跟这个Telecommunication的这个 这个Revolution里面呢 实际上又起了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实际上就是泡沫化了 就是泡沫化了 因为大家晓得就是2000年左右呢 2000到2002年 那个时候就说 美国的这个经济呢 实际上有一个collapse的地方 就是因为泡沫化的原因 那泡沫化的结果呢 这些所有的新公司呢 基本上都是客户都没有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做我们这一行的 有几个大的公司 就是第一最大的就是 美国的这个贝尔实验室的 朗讯嘛就是Lucent 然后这个就是加拿大 有一个叫Northern Telecom 那英国的公司呢叫Makoni 然后法国这个公司呢叫做Alcatel 那这些公司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次的震撼当中呢 几年之后呢 就也都完全都收了贪了 所以说这次的震撼实际上是非常大 不只是我们这个小的 这个成立这个公司呢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就打算看有没有机会另外筹款 如果筹不到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公司就暂时这个shut down 在那个时候呢 在2003年的时候呢 这个公司实际上就已经这个已经shut down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嘛 还很年轻嘛 对吧 那事后看来呢 神的话他是非常准确的 他说你去做这件事情 签在我怀里 我自己定 可是我还没告诉你 可是在两年半之后呢 神用这个实际周围的环境呢 也就告诉了我 所以那个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 走过这个三叉路口之后呢 这个我就在思考我人生的方向了 对吧 人生方向这么打滚的这个20多年嘛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我也很立刻又找到另外一个工作了 那我说好吧 那就东山再起 OK 不怕跌倒 东山再起 在那个时候呢 神其实呢 就开始跟我说话了 我们这么在这个 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成员里面 打滚了这么多时间呢 他让我看到就是说 我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用一句话来给我 那这句话是在旧约圣经的 他这边讲的就是说 人他口渴 不是因为什么没有水 人他肚子饿 人饥饿 并不是什么 没有饼 乃是没有耶和华的话 这边话讲的很好 就是说 我们饿了我们渴了 也就讲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上 的权力金钱名誉 什么样的饥渴去 去这个求 对吧 去寻求去找 挖空了心思 就是削尖的头去找 那实际上不是说我们 没有水喝 或是说没有粮食吃 那这基本上的生活呢 是非常容易满足的 我们再怎么样去挖 再怎么样去找 再怎么样去赚呢 我们的心灵呢 都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这边讲就是 人渴 跟人恶 都不是因为没有水 没有饼 而是什么 没有耶和华的话 就是说 没有认清楚 神怎么样带领 我们一个人生的道路 同时也告诉我 就是说 用圣经的话 在新约里面 约翰一书他讲到 就是说 这个你不要爱世界 神对我讲这些话 常常印在我的心里 这个世界上的事呢 就像是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还有今生的骄傲 那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从神来的 Ok 都是从这个世界来的 如果你爱世界呢 你爱神的心呢 就不在里面 这些话在我的心里呢 成为极大的震撼 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呢 居然所追求的 这个是非常什么 短暂的 在世界上带不走的东西 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像我一样 就会问你 就是说 您怎么能够感受到 神对灵的带领 因为神是个灵 带领您读神学 又怎么能够拆派您 作为牧师 张博士这个是 非常好的问题啊 那很多人也问我过 就是说怎么会 把这个世界摆下 然后走到这个 服侍神的道路上 那这个当中有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就是说 当我在Bell Labs那段时间呢 我去了一个特会 那这个特会呢 就是有很多人在讲到 对吧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特会呢 是借用一个美国教会 来举办的 因为他们那边的场所 比较大 那美国教会呢 有一个牧师 他的聚会完了之后呢 大概是95年96年吧 就是我出去创业之前几年 那个牧师呢 他呢就是分发了一些 就是像是我们常常 福音单章 可是他那天所分发的呢 是一个神学院的招生简章 OK 一个神学院的招生简章 那我看了之后呢 其实我拿这些东西呢 常常拿了以后 看了以后就扔在一旁 对吧 那特别是这种福音单章呢 也从来不存留的 很奇妙的就是说 我把那个神学院的招生简章 拿了之后呢 我没有扔掉 我就塞在我的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塞了里面大概五年还是八年 我也记不得了 又很长一段时间 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 人生这个生癌规划里面 就是美国梦的规划里面 完全没有这个读神学这个规划 完全不在我生命的规划当中的 所以即使这些送到我手里的话 我看看就算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摆在那地方 摆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等到这个泡沫化之后呢 我虽然找到工作了 然后希望东山再起 那神呢 他实际上就就开始引导我了 在那个时候呢 我在看那个招生简章的时候 实际上我就感觉到神向我招手了 他说你打开看吧 你是不是需要去装备一下 你装备了以后呢 才能做这个我的工作嘛 对吧 所以呢 我在那边拿到那个简章 我看了几天之后呢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打电话给这个神学院 看他们招生 什么时候招不招生吧 那我打了给他之后呢 他就说 因为这个神学院这个campus 这个人太少了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 就打算这个暂时就说不招生了 就是暂停了 如果你对读神学有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介绍给你啊 你到这个另外一周去 在Pennsylvania的地方 还有一个campus可以开 那我想正好了 我已经试了嘛 所以这个神敲门 神没有没有开 那最近的神学院也关了嘛 那我就我就回家了 OK 回家了之后呢 我想看 到底怎么样呢 就是 如果不读神学的话呢 我就 就是头再消尖一点吧 就是东山再起再爬吧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坐在那边想了几天 那隔了几天之后呢 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打电话给我了 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不晓得 我相信神也向他启示 向他说话 说你打电话给这个黄克文弟兄吧 OK 就是因为他有心来学 那你就神学院再度开门 把我招进去 结果他呢 居然几天之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就是说他feel very compelled OK 就是说神在他心里面 给他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说必须要教导我 OK 那他既然开了门嘛 对吧 那我就说那我也不能说不了 因为我已经给他讲我要读了嘛 那神呢 实际上就借这个机会硬把我拉进去了 实际上我也没有就说 我本来想就说太远了就算了吧 就不到Pennsylvania去了 那可是 就是很明显他就经过这个牧师呢 就告诉我说那你来读吧 那我们这个找了一群牧者 有三位愿意全时间的来培养你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读了这个四年的神学 那刚才张弟兄所讲到就是说的确这个神是 我们的眼看不见 手也不能摸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当你真正了解他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气息 跟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 他怎么样对我们说话呢 他对我们的说话 是经过先知跟使徒的圣经 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 我们在他面前真正的谦卑下来 寻求他的方向的时候呢 他就给我们指引方向 念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 你只要谦卑寻求他 他必什么指引你的道路 那他今天把我指引到这个念神学的道路上 一共是经过这个三个三叉路口 后来我今天想想看 我是学数学的嘛 这个三叉路口每次都有一条路 如果两条路可以走对吧 所以真正的走到读神学这个方面呢 是三叉的话 就是八分之一的机会 只要有八分之七的机会 我不会跑到这条道路上的 不过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说神他奇妙的带领 让我能够真正的为他所用 把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 因为圣经上所讲的 我们看这件的东西是短暂的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是永恒的 那为这个永生的食物去劳力 这就是短暂的经验 那还有更仔细的话 那我们也许下次跟大家分享 黄牧师您刚才谈到 在您每一次人生的三叉路口 您就会向神祷告 神就会把他的话语告诉你 这里呢我就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很 就有一个疑惑 就说您怎么能够判断 这是神的话语 而不是来自您自己的话语 或者其他人的话语 这个实际上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 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在我那几次的经历里面 那第一次的经历 实际上就是在三万五千节话里面 给了我两节 给我太太两节同样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太奇妙了 这个等于是三万分之一的机会 而且就说当神给我话的时候 我也扪心自问不错 我的motivation实际上就是那个 神指出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心 神知道每个人的心 祂指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的 有时候我们心里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motivation 可是神指出来了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 用当时的情况 跟这个无可辩驳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知道这个话从神来的 第二次的我刚才讲就是说 神也给了话了 我只是没有很给我确定的方向 所以神基本上他要我去试一试 对吧 基本上就是你走哪条路都是 都是这个都是你的选择 那牵在我的怀中呢 事情到最后由我来定 所以在第二次的三叉路口里面 我是觉得不管我出去创业 就是有这么大的经济的诱因 或是留在这个贝尔实验室 实际上神没有直接说 那我也晓得就是说 到最后实际上 还是带到我这个念神学的路上 那第三次的诱因 刚才提过了对吧 那神也告诉我就是说 你真的爱这个世界比爱我更深吗 你所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那我个人来讲就是说 在我整整受洗的20多年里面 20多年里面的话 我没有一天离开神 我敬畏神 那虽然就说 我不是一个非常顺服的神的儿子 那神也常常管教我 让我走到正路上面 那最终来讲 他也就是在周围的环境来显示我 让我这是无可推诿 对吧 无可推诿 所以这个来讲就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 我们要仔细 而且留心的听神的声音 而且要辩驳就是说辨别 就是说他这次说的话 是不是就是exactly应用在我的环境里面 我也愿意顺服他的教导 观众朋友们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请收看黄克文牧师系列访谈节目第三集 神级与挑战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黄克文牧师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